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台股创波段新高了 来看今天涨多少来 今天涨244点台股最高 来到20466 我真的要说空头有让你失望了 今天很多人问我 老师两万点赞得稳稳的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买不回来了吗 我觉得不会 但反观如果这一波你有听我的 来我从低档 一路带大家操作到现在 我相信你是获利满满 那获利满满是什么股票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雷虎今天好不好 今天在持续的上涨最高来到73.4 好你看这一波来 我3月25号 有没有在这个点 第一时间来跟我3月22号 第一时间跟大家说来 我们满雷虎对不对 来从3月22号 51.6号到今天 波段获利43% 除了雷虎之外来新复兴 新复兴今天最高好不好 今天最高来到101 哇我觉得真的是太神了 波段获利240% 我从30块一路带大家操作到现在 新复兴我每天讲 所以我相信看我节目的都获利 好除了这个雷虎啦 新复兴之外 再来机器人 尚银为 尚银为今天也最高来到938 然后我们从这个75到938 波段获利 没几天喔 也获利了25% 好当然啦 还有很多 因为还有一档天天开心股 我说比价试店 今天真的也这个拉尾盘 我算了一下从我介绍到今天 天天涨 每几天就获利了22%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两万点 其实就是要积极的操作 那所以呢积极操作 你就可以就是 就可以有资金翻倍的机会 反观 第一个我说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不要去反空 空头捞不到好处 再来呢不要不敢出售 你不敢出售真的眼看两万 今天两万四 两万零四百点 过几天 两万零六百点 对 那你要到三万再出售吗 对 除了要不要放空 不敢出售 再来呢 不要把资金放到不对的地方 因为放到不对的地方 你财富也不会倍增喔 反观你看我们这几天 对不对 我们带我们的家族成员 我们把资金放在四月的起标股 对不对 没几天 天天开心股也获利了22% 对不对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喔 其实这一波真的即便今天 我要宇宙心肠 即便今天涨到20466 还是会持续的上涨 因为我讲过 这个千金股 未来最具有千金项的就是台积电 好你看台积电四月十八要发说 好它现在七百九 如果到一千点 还有两百 还有这个两百一耶 两百一随便也贡献两千多点 对不对 那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什么 红海 红海也会涨啊 它也是贡献全职啊 你看广达 广达也贡献全职 所以怎么看你都不要觉得这边是高点 反而我们要把手中 好就是说不会动了 把它换到什么 四月的起标股 这样子我们资金才会就是 资金才有倍增的机会 因为我觉得把资金放到不会涨的股票 其实在行情来的时候 也是错失一段好的这个行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 520行情启动 你看军工 对不对 我3月22号第一时间就跟大家讲 我说军工股起标了 好那你看雷虎啊 一路就涨到现在 好再来 生计股 因为之前我们政府一直在说 它说护国神山 不要只有台积电半导体 生计它也要列为护国神山 再来呢 生计股其实它低基期 如果说你相对保守的人 你不妨这时候你就是半导体生计 做一个资金的配置 它有时候可以做一个避险 好所以520行情除了军工之外 再来生计 那当然重点也是我们的 520行情的这个政策做多顾 好那我一直说 我说这个行情真的不看淡 因为4月18号台积电有法说 好那这个台币贬值 那针对这个收美元的公司 对他们来说 其实营收财报都会很亮眼 好那这个财报很亮眼 那当然股价会先表现 你看今天的设备股都很强 就是说整个台积电供应链 今天资金又轮到这里 所以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大盘不会下来 好那除了这个台积电法说 会带动这个台股指数之外呢 还有就是要公布3月的营收 照理说2月它这个天期比较短 因为我们有放棉价 所以3月营收应该都不错 所以你看这样看下来 你觉得大盘会下来吗 我觉得很难 好然后再来就是FAT 6月要降息对不对 好那我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降息代表什么 资金的浪潮 那真的是蛮 这个盘真的是欲罢不能 连外资都被嘎空了 你还不进场吗 你看如果说降息 那现在指数是2万0400多点 那降息还有这个资金的浪潮进来 我想试问 2万6 3万一下就到了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 我觉得就只有一个选项 我们好好的把握 好再来你看苹果有开发者大会 那瓶盖股也会涨啊 你看像鸿海大力光 这都是瓶盖股 这个也有占全职 好那今天你有没有发现 AI股再度的转强 你看今天的资金 有转到这个像广达 有没有AI股 好再来就是鸿海 好还有就是高价IP也转强了 什么高价IP来 你看安国 有没有神盾 像这种转机的这个集团IP特色 跌多 对 跌深的反弹 所以呢 就是他要反应 就接下来要公布的财报 那照理说你看财报还没公告 你看哦 那个安国整个就拉上来 代表什么 财报会不错 除了这个安国之外 再来你看高价IP 就是还有创意 你看创意今天又涨6%多 所以这个都是之前跌深 最大利多 今天都开始反弹 对 那这一些呢 开始 如果又开始变成一个新主流 哇 这个盘 欲小不易 对 好再来 你看 每一次的低点 我都帮大家掌握到 你看16000的时候 跟大家说这个是低点 要赶快进来 财富翻倍的机会来了 对 你看果不其然就从16000 涨到20451 我这一波带大家获利多少 4000多点 好再来一次是1月17号 当股价跌破这个季线的时候 有没有 很多人都说季线生命线 破了就要全出 但我没有 我跟大家反而不一样 我说今年是多头市场 逢回撤要买进 好 果不其然 我也跟大家说 结算预转折 低点不会再来咯 要把握 你看果不其然 就从17151 涨到今天的多少 20451 你看这一波又带大家 赚了多少 3300点 有没有 好 那当3月15号的时候 指数破2万 收19682 哇 这时候很多人 就说股票全出掉了 有没有 只有我很老实的在这边说 我说多头市场 风回撤 就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果不其然 指数就从19682 涨到哪里 20451 你看这一波又涨了多少 769点 好 再来 这是之前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每一次的低点 我是不是都帮大家掌握到 好 今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现象 来 指数呢 期货的指数跟台股 台 就是加权指数 有一个正价差 正价差代表之后 就是 那个台股还是会涨 指数还是会持续的创高 你们知道吗 外资 它在期货 不很多空单 你看 连外资都被打空 所以 我们这个 所以呢 这是不是就像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你千万 我真的苦口婆心 连我的这个会员都跟我说 老师 你这一波 天天讲 天天讲 不要放空 我们都听到涨减了 我们没有放空 所以我说 这一波你看 连外资都被嘎空了 你还要放空吗 然后今天有一个现象 更好 就是更特别的现象是说 很多股票越不敢买 它越涨 有没有 像设备股 明明涨多了 你不敢买 它就涨给你看 你说像这个设备股好了 我们说万润好 你看这个创高 整理完又继续涨 我真的觉得 真的蛮神奇 越不敢买 它就越涨 这一波现象就是这样 再来呢 今天 昨天的被动元件休息 今天又拉全职股 拉全职股 台股就会涨嘛 对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这一波行情很大 但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涨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月份 其实是没有很好操作 如果说你盘中去追高 很容易套 然后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你看3376 这就是我说的 在位阶高低位阶在做移转的时候 你要审慎选股 因为这一波是选股中选市 你看像新日新 如果你当时去追高 你看这一波是不是跌下来 除了新日新之外 折叠手机之外 再来什么 散热 高价的散热 你看高位阶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你买这种旗红 当旗红那时候涨停 到这边600块的时候 我有一个会员 签证万全 他跟我说 老师 我要买旗红 因为同行 别的分析师跟我说 他会到1000块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个高位阶了 倒不如我们来换什么 低位阶骨 我真的千真万全 我跟他说我们倒不如换一拳 这个相对比较安全 因为当时旗红位阶高 一拳位阶低 你看现在来看 你看位阶 一拳是不是做一个N字形突破 对 但是旗红整个 有没有 整个叠下来 所以就说现在 其实不是很好操作 就是说高位阶骨 他会修正 那跌升会做反弹 这就是我说的 现在这个4月的时候 必须要这个检视手上的股票 资金要做更有效率的运用 如果你现在把资金压在 这个不对的地方 不会涨 其实我觉得如果4月 又一波跌升开始反弹股 跟你也无关 所以这个 这两天你真的要看一下 手上的股票是不是都跌升不动 跌升不动 赶快来找我 我可以帮你把资金放在对的地方 这样子呢 4月份的起标股 才会跟你有关 才有机会把什么 资钱损失的 我帮你赚回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 今天其实这个创意蛮强的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留言问我 他就说老师 这个创意之前 你买在1250对不对 那这一次又跌到我们的买价了 你有要买进吗 我说有啊 我们今天就是要买进啊 来你看 这就我说的 你看 今天创意真的是跌到这个 我们之前的买进的价位 那当然我们一开盘也做一个买进 你看大摩也把创意调整 那个上调目标价到1600 好你看来 我算了一下 为什么我今天会做买进 因为他这个法人 他把他的今年的EPS 把他估大概33.4 那我算了一下 其实如果用33块来算 他今天的股价到1250块 他是被低估的 所以又回到我们之前买进的点位 好来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今天是真的被低估 所以我们今天就买进了 好来你看创意 其实同行的本益比 IC设计IP都给予比较高的本益比 像同行的都74倍 他才这个49倍 所以相对低估 好再来 你看我之前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跟大家怎么讲 我右侧写很久说 跟女王做个有创意的人 来上一波 我1250带大家 一路做到哪里1800 波段获利43% 对 好那创意呢 你有发现他从1895 他跌到1200 他真的是跌深了 这一波跌了35%了 所以我们又做一个买进 好再来你看 他MACD第一根翻红嘛 好来 我发现了投信也在买回来了 好那当然除了创意 今天有涨之外 你看M31他还开始 有没有 我上个礼拜五就跟大家说 高价IP文艺复兴又来 你看M31有没有 日K连三红 但是我还是做我们的创意 因为之前创意 我们1250带我们的家族成员 对 波段赚43% 那这一次又来了 我们又买回来了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天天开心股 我说有一档比价什么 试电 他也是被低估 那真的是很神奇 他每天就默默的 默默的沿着五日线上涨 没有几天也波段获利23%了 所以我说两万点 其实真的是很好赚 重点是说这个你买什么股 那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老师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档是哪一档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不要预设立场 跟着资金行情 资金行情多有股 涨得快 轮动快 赚钱拼速度 您俩逃顾美女老师 一档股票只做三到五天 专注标股会员 立即来电02 27810909 27810909 不要预设立场 跟着资金行情 资金行情多有股 涨得快 轮动快 赚钱拼速度 您俩逃顾美女老师 一档股票只做三到五天 专注标股会员 立即来电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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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达头部 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回来 我觉得我们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 真的是好幸福哦 你看这一波 我一路带我们家族成员从一万六涨到今天的两万零四百六十六点 我敢说火力满满 好你来看一下今天我怎么跟我们家族成员说的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哦 我说两万点的支撑很强对不对 要走五二零的行情 那我也说要检视手上的股票哦 把没有动的股票换到四月的起标股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我说今天会涨什么君豪 有没有看一下五四四三 你看今天很强对不对 涨停 好再来你看训德 有没有 除了君豪之外有什么训德 我们看一下六四三八 你看尾盘拉涨停耶 好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说 哇老师你Light粉丝团的家族成员真的好幸福哦 我也想加入 好右侧有一个老师的QR Code 其实你只要扫进来 每天早上十点老师会把今天最强的股票发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 好来那 其实我今天真的是 我觉得蛮欣慰的这么说 因为昨天下午其实有一个这个阿伯 高雄的阿伯他打电话来公司 他跟服务人员说他一定要找到我 然后我就觉得纳闷 我下节目就说这个阿伯要找我干嘛 服务人我们的这个助理就跟我说老师 他说他要亲自感谢你 我说感谢我 他说其实呢他这个高雄阿伯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职业 他说去年就是今年的二月 他眼看着这个手上的退休金 一点一滴的就是慢慢的消失 他很恐慌 那他在过年呢偶然看到我的节目 对他就觉得我很老实 结果他就加入我了 但是呢这个 他就说随着这个新父亲这样 每天涨每天涨对不对 他说他把退休金 就是部分的资金赚回来了 那所以呢从这个阿伯昨天打给我 我就在想人生 如果有时候我们不必要再为这个金钱 做烦恼 我觉得有时候要做更有意义的事 像我就跟大家讲 我把我的家族成员的每一笔钱 当作我自己的钱在对待 所以呢我昨天晚上 我就跟我的这个团队 我就说阿伯的故事让我有了启发 我们要帮助更多像阿伯这样的人 好来 所以呢这两天你先加入的 这两天你把你手上不会动的股票 我帮你做换股的动作 对我4月15号才开始起算 我要让大家享受真正的财富自由 其实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没有遇到 或者说你股票套牢 你会想要一直放 但是呢我觉得放是不对的 如果放你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财富会自由 好来我们看一下雷虎 我觉得雷虎大家可以帮我做见证 我上个礼拜五我第一时间 我跟大家讲这边 我跟大家说来雷虎要起标了 对不对 我们来做一个买进 好来 我记得我跟大家说 他的客户是什么 来陆军有没有 好再来你看 直到昨天 71.6法人还在做买进 好我当时呢 我跟大家讲雷虎 他是做军用商规的无人机 对602 好你看 在58.4的时候 我还是说我持续的看好他 对不对 好64.2的时候 我也还是报老 有没有 68.6赚37%我还是报老 来65的时候 我还是说我持续的看好他 昨天对不对 掌停板 我把还是续报 那今天雷虎有没有 今天雷虎整个冲到73 有没有 我们还是报老 好那我要讲的是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其实呢 我老实讲 我的雷虎 我是获利40% 但我觉得有人说 他获利50%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 因为整个雷虎 有没有 他从51.6涨到今天 这一段 有没有 才开始出量 那50%怎么算 我真的是数学不太好 我算不出来 因为在我51.6的时候 前面都是亮说的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那个阿贝 他要选择我的原因 他说他在2月份看电视 偶然的情况下看到我 他觉得这个老师很老实 好再来 我们要讲就是那个 天天开心股 好来你看 来我天天讲这档个股 我的会员买到真的叫 天天开心 好你看呢 我说他会比价试店 对不对 好那这个不讲 好来你看 好今天 这个是 这个是今天 你看他涨5% 有没有 到68.9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一天 有没有 我说3月22号 我说他做N字形突破 来再看K线 有没有 是不是沿着5日线 来天天上涨 有没有 哇 真的是沿着5日线上涨 3月27 再来4月1号 有没有 今天 今天今天已经要挑战前高了 我从56跟大家说到今天他68.8 波段已经获利多少 23%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我说趁这几天 赶快把你手上没有 就是手上套牢的股票 或者都不动的股票 把它换到什么 来我帮你换到4月的低档黑马股 那会期从4月15号以后开始起算 因为我就是要帮大家实现真正的财富自由 如果想要换股的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不要预设立场 跟着资金行情 资金行情多有股 涨得快轮动快 赚钱拼速度 你俩逃顾美女老师 一档股票只做三到五天 专注标股会员 密集来电02-2781-0909 2781-01909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首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古诗名诗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